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面股市开盘就急错超过1000点 继上周全球股市遭血洗 美股出现黑色星期五后 本周股市再上演开门黑 21号周一开始 亚太股市遭遇重击 户指跌幅欲8% 台股跌幅逼近7.5% 创下台股历来跌幅跌点最大纪录 香港恒生指数跌幅5% 创17个月新低 欧洲股市方面 英法德三大指数都下跌6%至7% 美股承接亚洲及欧洲股市跌势 出现股灾 道雄指数一开始就急错超过1000点 南北韩对话持续陷入僵局 在对话的同时 两国边谈边备战 北韩在平壤边界持续增兵 并且派遣潜舰出海 对此情形 南韩与美国都感到相当的忧心 正在加强军事侦查 南北韩高阶谈判代表在板门店 从当地时间22号开始日以继夜 对话持续三天 为了化解朝鲜半岛新升高的冲突 但是对话至今仍然未有突破 两韩虽将开战的誓言战割一边 但是两国边界地区军事紧张 却仍继续升级 北韩已将在边界地区待命的 炮兵人数增加了一倍 且北韩约有50艘潜舰离开了基地 显示北韩正强化可能发动攻击的能力 南韩则密切观察与 掌握北韩部队的一举一动 韩联社报导 双方启动对话以来 北韩、南韩与美国正在加强军事侦查 将焦点转回美国 移民法庭有超过45万件机案 法官附和超重 同时又有大批难民涌向美国寻求庇护 使得其他案件的审理推延至2019年 全美移民法庭的案件积压严重 法官人手严重短缺 法庭工作人员办公室空间和设备长期不足 移民法官的工作负荷和压力俱增 而移民法庭的积压案件如今已超过45万件 比10年前多一倍 但过去10年移民法官的人数仅增加了20% 审查平均等候时间增为65% 如今中美洲偷渡客涌入美国 他们的庇护申请大增加重了案件的积压 使移民法官交头烂额 其他案件的审理排期被推迟到2019年 在文艺新闻方面 来自中国的作家刘慈欣获得了被称为科幻小说界诺贝尔奖的余果奖 成为得到该奖的第一位亚洲人士 第73届余果奖23号在华盛顿州斯波坎会议中心正式揭晓 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三体 获得这个被称为科幻艺术界诺贝尔奖的最佳长篇故事奖 并成为该奖项的首位亚洲得奖人 刘慈欣今年52岁 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本土科幻作家之一 三体故事描写一位天体物理学女大学生 利用太阳的增益反射原理 向宇宙中发出了包含地球信息的电波 信息被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系统上的居民三体人收到 从此三体世界和地球建立了联系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几则本地侨界新闻 生命和基金会使用捐电脑送真情来祝福社区 捐电脑发布会已于21号顺利在生命和林良堂举行 生命和基金会会长王光生和生命和林良堂主任牧师刘彤 分别将笔记本电脑颁赠给每位受赠学生和家人的手中 刘彤牧师表示通过捐赠电脑能够跟大家分享上帝的爱 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也希望大家得到更多神的祝福 收赠的学生和家人应得到电脑帮助未来的学习感到非常高兴 很多主动上前与生命和基金会的服务人员握手道谢 还有人感动落泪 场面温馨 中华气学会主办的历史文化讲座带领大家有层次的欣赏艺术 由旧金山中华气协主办北加州大专校联会 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等机构协办的历史文化讲座 23号在乔教中心举行 学者朱祺以及艺术家周典乐演讲 介绍罗马帝国文明以及中国名末清初画家与印象画派 活动吸引数百人参加 经文处处长马忠林表示 中华气协在社区耕耘多年 特别帮助少数族裔青年学习 贡献良多 也让华人社区与主流社会互动融合 讲座提升侨胞的人文历史素质值值得肯定 为了提升竞争力 台茂中心主任李哲青 呼吁支持台湾加入TPP 工商社团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北加州分会 23号邀请台茂中心主任李哲青 举行支持台湾加入TPP讲座 分析TPP的内容与影响 李哲青说 在TPP贸易框架底下 约九成关税都已撤销 各国间互补而得利 经济利益之外 政治上的合作与交流 也是TPP的注意之一 经文处处长马忠林表示 经济整合是未来的趋势 台湾要在国际上维持竞争力不被孤立 TPP的协定非常重要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